come if 迅速的 我们把它复习一下 来 请看 选到啊 退休人员数这个格子 橘色的格子 用其他函数里面的统计的 come if come if 第一栏就是range 对不对 range在哪里 就是上面的这些 工作年数的范围 是不是 可以嘛 来 条件是什么 大于等于 很好 大于等于25 记得到楼上点一下比较好 用双影号包起来 好 确定 答案五个人 这样可以吗 好 底下这点比较特殊 这点是在算什么 算工作的天数 前面这个月初 他说用date 函数建立每个月的一号 那个就算了 因为我去帮你们做好了 后面这个用什么 em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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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建立月底的日期 这个我们都帮你做出来了 反正各位就认识这两个函数就对了 认识一下就记得这两个函数了 用date呢 可以建立每个月一号 然后用emoms 这个呢 建立月底的日期 因为主要是说呢 基本上 我们啊 这个呢 要算的是 月初到月底 以一月来讲 一月来说 那到底 可以有几天的工作天数 几天的工作 他们在算的是工作天数 那旁边有一个国定假日的表 有没有看到 他意思是说 你把这个日期 把这个范围选给他 他会自动的从里面去找出 可以要扣掉的 听懂吗 这样子 因为这些都是不用工作的啊 国定假日啊 对不对 那他呢 工作天数呢 也会把国定假日扣掉 这样了解意思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做 怎么做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 工作天数啦 假设月初月底 都在前面了嘛 我们直接点到工作天数 这一格 他提示我们 如果你要算工作天数的话呢 就用 network days network days 超长的 又臭又长 来 我们到日期 集时间 这边来 你呢 你呢 选到我们这个 net开头的 Wrk days 的这个函数 各位 他一共呢 有三栏 start day 就是开始的第一天 start day嘛 开始的第一天 所以第一栏呢 就把月初的这个点进来 月初 月初放在第一栏 第二栏点一下 end end是结束 end day 所以呢 把月底这一天点进来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第三栏是holiday 假期 有没有 注意 这个呢 不是一个格子 不是 是一个范围 所以第三栏要特别注意 我现在选的 请各位去把国定假日的日期 通通选起来 记得 我再讲一次 第三栏 hard day 是一个范围 要不要锁 要哦 因为等一下 我是不要往下拉的 所以要记得把它锁起来 旁边的这个国定假日的范围 要固定啊 不能往下跑 这样懂了 ok 所以呢 这三个栏位呢 基本上 都很好认 第一天 第一栏就是第一天 第二栏呢 最后一天 第三栏就是国定假日的范围 所以你自己在记笔记本的时候 记得第三栏要注解一下 第三栏是一个国定假日的范围 而且要锁起来 提醒自己锁起来 所以如果你要 你怕等下忘记 你可以用手机先拍起来 等一下你再来研究一下 好 可以的话呢 我们按确定哦 好 所以呢 一月呢 有22天 上班 工作是22天 好 那你往下拉之后呢 原始上每一个每一个月啊 他的工作日数就算出来了 了解哈 工作天就是礼拜 那礼拜天略据不记的 好 所以这一年 今年总共要工作几天呢 我们算一下 用sigma来算 自动加总 好 于是我们今年 好 一共工作250天 有没有 好 太多了哈 每一年应该工作100天就好 好 好 那个在那个 白令海峡 感谢观看